娱乐之上小歪解说 好的我们看一下 一场寿惊大战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周兮兮的精灵红色 然后下方是蓝色的 寿卒120 地图的话是 TS 好的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礼拜六的第一场视频吧 最近一段时间 对吧跟大家也说过几次了 是忙着 忙着生活忙着结婚的一些事情 反正也蛮多了吧 一些一些什么拍婚纱照啊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房子的装修啊 反正各方面的事情吧 都在忙一下 好吧 所以呢各方面事情都会有点 有些时候会照顾不到 比如说大家给我留言啊 我就不回复了 对吧 这个时间有限嘛 总归这个部分 占用的时间那部分就少一点 好吧 大概是这没个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这边 周兮将比亚放在上方 然后呢 寿人这边是正常的开局 今天的话看情况 更新的数量还是以网络的速度为主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比亚放在了上方 这个敌金实验室边上 我们那时候首发 一个吹风的路线 个人猜测应该不会错 对这个 这个估计不会有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打法应该说 已经是非常的固定了 刚刚我在做视频之前 也是在VS上面打了三到四把魔兽吧 然后还遇到同一个人 被他越了两把 好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没有然后了 后来就 继续打 打第三局 好吧 录了一个视频 对 这边我们看到 是现在补下第二口月景 比亚站起来 开始练击 电盾一钩 非常舒服 这两天的话 我们看到 比赛的视频 我们看到好像就 又恢复到了 波狗杯 凤凰杯 YSL的 三个比赛的一个节奏 其他的好像是 没有什么别的战报进行 似乎看到是这么一个剧情 好吧 然后的话 可能还有WFC的一些战报 如果说是最近 没有别的比赛的话 又可以开始去做 那个百大经典的战报了 对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 大约的一个节奏会 把握一下 好 电盾这边反正勾起来的话 非常舒服 剑圣这边第一个点位 是先弄了一个周环 打击往这边准备好 然后的话 我这边拿个东西 以后直接过来 敏捷变一些加三 好吧 那这样的话 从这个 一开始这两个装备来说 买了一个和打了一个 都不错 看这边打出了 那个东西怎么样 这边是一身的输出装 攻击加三 加六 守护主环 戒指皇王 指皇王 加 奥姆勒手这边 哎呦 这个电击也是有点凶啊 直接过来是把这个怪给练了 然后的话 等比赛过来 把这个奥姆勒手练到三级 双方前期是和谐 练机 手牵手构创 美好未来 是不是 你练你的级 我练我的级 都非常舒服 好 健身两级 回去回过来的话 路过的时候呢 买一下压膏 奥姆勒手这边已经是舒舒服 练到了两级半 就这种节奏下去的话 三级不是梦想 绝对是很轻松 很ezy的一件事情 周西西这边也是前期发育的 很舒服啊 健身这边的话 开始过来 找一找精灵的麻烦了 什么情况啊 对吧 你怎么完全不来搞我啊 你完全不来搞我 你在搞什么鬼 搞鬼 你搞什么鬼 好 这边 小精灵挂一下 周西西也并没有说 直着练三 差不多就开始要找 健身的一个方向 那健身这边是跑过来 逮你 这边还有差一个 练完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是赚不到 什么便宜啊 健身过来的话 可以考虑在夜晚的时候 买双鞋子是必备的 然后的话 我们看到眼睛一个插下去 这边这颗BIA 这颗BIA 我觉得打这颗BIA 没什么意思吧 就算把这个BIA 打掉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加个大机 把这个BIA 强行给敲掉 小精灵也不敢来啊 因为这个毕竟 小精灵都不能修 修 修 我怎么敲你 修我就敲你 你修啊 将这个BIA 强行给推掉 欧姆勒手赶过来 欧姆勒手这边来的时候 这颗BIA 已经是保不住了 好了 直接将这个BIA 给切掉 撒粉 先抽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商店也有机会 健身这边完全可以 把商店给打掉 哎呦 这样的话 我们看周西 这边是一个BIA 一个商店 两个 健身这边是75点蓝 完全可以 待会儿再一个 哎呦 一刀 一刀 没砍死对方 哎 40点 他用了一把 击风布 用了一把击风布 我说这调皮 怎么可能会有40点呢 用了一把击风布的 一个伤害 家里面 阿本科技 已经是完成了 哇 这好快的一个速度啊 已经是完成了 还没有完 还不能用 已经这个词 快完成了 快完成了 已经这个词 就不对了 好的 现在健身是 要高贴一下 没蓝 哎 这边我们看到 欧姆勒手 单传过来 准备好了 要损到这边的家里面 你这边阿本科技 完成了 对不对 你BS放了 对不对 好的 哥来了 打击堵住位置 顶住位置 打击 酷弓 堵住位置 哎呦 你这个身材太小 堵不住 哎 哎 堵住了 我们看到 哎呦 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受人应该说 是非常稀利 围住对方 我们的手 但是这个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就是说对方 只能说出现时间 出现时间 我们的手 这边是 哎 再次 再次堵住 我们的手 这边再绕过去 再卡住位置 哎呦 这不行了 还是去去采钱吧 还是去采钱吧 这样的话 这个BS是强行要打 打退 我们的手 这边很嚣张 很霸气 行不行 行不行 哎呀 不行了 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到 最终是 受人是顶住了 这一波的烧的 最终是顶住了 我们看到 吓死人啊 我们看到 还好这边 之前是大机先卡位 苦弓又卡位 这边苦弓再卡位 三重接力 终于是顶住了 少猪过来进去 受王是不进去了 受王觉得自己 可能再进去的话 有点 有点 有点危险 可能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不下 BB B也不下去了 现在是在猪 再点那个B 就仅仅是这样点的话 这个B也点不掉 我们的手 这边是买了个保存 然后的话 满血满魔 赶紧赶紧过来烧了 对 但是受人这边 现在也是左右的 被对方烧了 而英雄 牛托人球场再出 我们的手 赶紧赶过来 赶紧赶过来 所以这边的这个BS BS是没机会了 B还是有点机会的 加一个IC 一个小猪 是隐身了 跳一刀 哎 又来个猪 两个猪 加两个英雄 对 我们看到这边 哎 喂 这个B的话 是强行在打 我们的手 这边是钻出来 寿王身上是没有保命道具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手 当心好 你血量 你别别别别别 别冷静点 该该给保存 给寿王 就给寿王 这个猪是解决掉 这猪也是一直在拉扯 不可对方经验 现在我们看到 猪西这边是比较淡定 比较淡定 我们的手 跟寿王 是用了一把接力 然后的话 我们的手 给保存回去 再单纯过来 保存回去 又是单纯过来 然后看看 对方家里面的B 哎呀 你这个眼睛看得很清楚 你这个B又拍到我脸上 那这样的话 果断过来 再把你这个B给打掉 好 这个猪给切掉 那这样的话 这个B再一次被打 两次打退 这个B 我们看到 这边猪西西 这个骚扰 是真的贯彻的 非常凶啊 再次将这个骚扰 下去的话 将对方的这个B再次击退 那这样的话 只有BS 只有白牛的一个兽人 打吹风的话 非常吃力 因为没有狼奇的一个限制 真的是非常难 留人啊 追杀啊 控制啊 都没有 那所以的话 输出也没有 狼奇在打鸟的时候 输出的非常可观了 毕竟是攻准攻击 打这个五甲 是有个加成效果伤害 现在我们看到 这边猪王 这是招出一只猪 认诊这只猪 24人口 然后大四季吹风 已经在研究 周西这边也是非常极限 然后兽人开始 自己一个第一个大点练及 就牛头 这边现在需要的是等级 因为之前 那么一段时间的 来来回回折腾啊 也是浪费牛头 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看到 中间的话 是直接弄了一个 三英雄TK过来 还要烧到 我这个是真的将烧到 监视到底啊 这边精灵已经是 呃 受人已经是将这个 逼给不放了 直接放弄了一个魔法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 TK赶过来 TK这边现在是过来 TK过来 赶紧过来 牛头这边 把这点强行练下来 大雪平在手 因为是没有吹风 所以的话 他可能还是正面了 我觉得还是一点顶不住 所以的话 周西这个时候 不要冒贪 你急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完全不急嘛 像受人这边的一个 一个一个等级 其实也不太理想 这个猪要拉扯一下 被砍死了 这个猪 其实猪这种东西 完全可以多拉扯一下 不要给对方 接受经验 猪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所以的话 对方要追的话 要浪费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你不拉的话 就对方的一个 一个肉了 你不拉的话 你不管移动速度 什么样 都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那时候这边练个三级 这边练个三级 好吧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牛头这边练第二个大点 练商店 这个点线 牛头是两级半 没什么问题 买了个泥人 买了个绿皮 健身到另外一个商店 是去采购了一下团补 然后精灵三英雄 加三个鸟子 就直接过来抓了 大师巨吹风 虽然是好了 但是这个部队 我看着也有点 稍微单薄啊 对不对 你这边37人口 我这边受人 好歹也是一个47人口 我虚拟 你三个鸟子吹个吹 吹什么吹啊 对不对 吹气球吗 你这个事 三个鸟子 我真不许你 来啊 我吹风波上去 砍你 再砍你 你吹我呀 不吹我吧 对不对 好 牛头这边没到三级 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狼气的话 没法限制 还是要出狼气 狼气肯定是要出的 没有狼气 是怎么整啊 鸟得 现在是12345 五个鸟得 狮人这边继续练大点 狮人也是真的 没办法 对他来说 他要是不练大点的话 没有法到一个高等级的牛头 阿里亚自体装备一般 健身这边 现在是已经看到牛头升到了三级 奥姆勒手同样也升到三级 那这样的话 牛头等级其实没什么大意义啊 你先想看 总共才255点蓝的一个牛头 再怎么冲击波 你全冲出去 也就这么点 两个冲击波 对不对 没什么被搞头了呀 你只要被人家奥姆勒手 稍微冲那么一下 你只有一个冲击波了 所以这个牛头 其实性价比三级跟四级也没什么区别 抽一下 牛头这边还有155点蓝 这个就很被动了嘛 牛头你这边面对欧姆勒手 就是面对一个克星啊 法师杀手 法师都是都很怕这边的牛头的 怕欧姆勒手的一个法力量烧 更不用说你这边的牛头人球长 魔术进化三里面 智商最低的一个英雄 你能接受 对不对 老牛 白虎在腰间 两牛在老牛在 在在在在胸口 还是吧 左青龙右白虎 对不对 老牛在腰间 这怎么说呢 左青龙右白虎 还是怎么说呢 这个给有点接不上啊 好 接上这边再练一下 无敌团补装备都是齐全的 牛头这边也是大雪 加上了团补 就是冲击波能放几次的问题 50人扣整整的 左青龙右边也是49人扣 也是一波小小的MF 调整性的MF 三级 两级 一级 团战我就完全可以打了呀 就装备稍微有点稍微寒碜 只有一个团补 看了一眼就只有一个团补 这个东西还是 有点有点 有点稍微的 你要看牛头走位了 牛头要冲击波稍微放了好一点 两个冲击波 你这一本团补还稍微不一定能点得住 鸟得现在往后扯一下 拉了金利龙 鸟得金利龙 然后的话三英雄巨拳巨拳 说这边现在是三级英雄 牛头到位直接选拳强干 冷静点 你这个部队未必能干得过 哎 冲击波甩一下 甩到了四个鸟得 还甩死一个 牛头这边被抽一下 这样的话 其实只有只放出来一个冲击波 网住这边 我们的手 直接开始紧起无敌 强砍 我们的手 我的天 保存有没有 保存有没有 爱吹起来 保存 好的非常漂亮 直接的话 一个保存的话 将我们的手给保存回去 然后这边近战相接触 单传过来 由头跟剑圣相伤被吹起来 驱散一把 我们的手这边 现在是满血满魔杀过来 直接再砍 我们的手有必要吗 强行再砍 这有必要吗 你输出人够不够 你没有无敌哦 没有无敌啊 鸟得这边 哎呀 还磕多 吞一下这边的一个单位 不行了 不行了 这磕多虽然有一千点血 但是非常脆 瞬间被人打残 说人不得往后扯一下 人口依然还是有53 激凌这边是49 好 大磕多这边是被对方给打死 驱散一下 哎 我们的手被强行往座 还是被往座 好的 又是一次极限保存 漂亮 周期这场米山是秀这边的一个120吗 120这边非常被动 连续两次被对方极限的保存 这样的话 现在是激凌黏住这边的一个受人 且追且战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走 你要是走 把你大哥吹起来 你要不走 我要打你人 就这么简单 牛头被卡里面 牛头现在没有保护 阶神这边冲进去挤出来 能挤出来吗 反杀兽王 兽王在这边网住 兽王这次你总得死了吧 你还保存 你保存啊 你倒是 对啊 你刚刚保存很积极的兄弟 你保存啊 你保存自己啊 保存不了吧 哎 牛头这边再次被对方给盯在里面 牛头这边出不来 牛头这边被人家强行给点死 阶神这边再次被吹起来 好的 我们看到这波 虽然是死掉兽王 但大部队的话 已经将兽人给打了是溃不成决 打出机器 好的 那我们看到最终的话 周西西还是很稳健的拿下了 这场比赛主要是通过两次极限的保存 消耗了兽人 比较多的道具和这个一个一个无敌 什么全部消耗掉 那这样的话 兽人也是虽然勉强强杀掉对方的一个兽王 但是大部队已经是损失殆尽 好的 也是恭喜周西西拿下了本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见 我是小Y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